2016年9月1日上午 标志着本校迈向另一个里程碑 国际教育感恩大楼正式启用 并邀请到新山中华工会会长 拿督司礼正精彩担任开幕仪式主宾 除了可容纳500人的学生宿舍 这座设备新领的大楼 还包括了行政办公室 摄影棚和直播室 并附设清真餐厅 国际教育感恩大楼启用仪式于十点正式开始 启用仪式的开幕主兵为 新山中华工会会长拿督司礼正精彩 在仪式开始前还邀请本校的省师团 到场迎宾助兴 董事长拿督张文强在致辞时 对所有帮助过南方大学学院的善心人士表示感谢 因为在南方大学的建设过程中 新山华社一直不断地给予支持 新山中华工会会长拿督司礼正精彩则表示 感谢南方大学的董理士们付出时间与心血 建设学校 为华文教育做出巨大的贡献 在炮竹生和警师团的助威下 南方大学国际教育感恩大楼正式启用 象征着南方大学买向另一个里程碑 仪式结束后 一众来宾在董事长拿督张文强和校长 祝家华博士的陪同下 参观国际教育感恩大楼的宿舍 该宿舍能够容纳500名学生 首批学生已经于新学期入住 其他出席嘉宾包括 本校苏理董事长拿督陈明成 理事长张瑞发博士 新山武邦会馆各会长 宽柔学村各校代表 和热心华教的人士 南方电视台莫绍茨 梁德耀采访报道